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不知不觉中,70年代的人将慢慢退出人生拼搏的舞台。 这个年纪的人都已经开始为余生好好着想,开始放下所谓是执念,开始不再计较得失。 看尽了人生百态,尝尽了世间百味,其实最后才发现,短暂的平静才是最难得的。 70后,已经到了开始品味人生的时候,到了咀嚼这五味杂陈老来谈资的时候。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那些逝去的总归会埋葬在时间的长河中,那些难忘的也不在心中泛起波澜。 到这个年龄,那还有什么来日方长,未来可期,有的只有珍惜当下,及时行乐。 其实,所有的遗憾的都该被放下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吧,遗憾不甘怨恨,都随风去吧。 如东流到海的黄河,虽波涛汹涌,却也难以追回,走到这个岁月了,就别再纠结于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了。 五十岁,人生已经过半,所有的见识和阅历已经达到饱满,能到达什么位置,能实现什么理想,已经基本定型了。 人生轨迹慢慢步入了尾声,不怨天尤人,也不轻易懈怠,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才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当初为了生活,为了房子车子,为了后代的成长,已经竭尽全力。 现在,也该放下姿态,好好泡一杯热茶,品一品人生,探一探人情世故,礼一礼前因后果,再挥手告别。 在这最后的人生历程里,想想什么值得留,什么又该丢,想要避免顽景凄凉,就一定要明白这三个道理。 零妖,人过半百,知足常乐,不再年轻的七零后,不再斗天斗地,不再破釜沉舟,不再义无反顾。 相反,累也累过,痛也痛过,爱也爱过,辉煌也辉煌过,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可言了。 以前不知道舍去,看不透,拿得起放得下的道理,总想着获得所有想要的东西,可到头来谁又能如愿以偿。 现在已经不是当初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你已经拥有了太多的羁绊,却也没有太多的牵挂,最好的就是安于现状,安心于现在的已经得到的利益与地位。 不骄不躁,不卑不亢知道满足,就总是快乐的。 知足常乐,不是一句说辞,而是一种心境。 先秦里尔的老子中提到,或莫大于不知足,就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言蜀隐和,才是心满意足,才能自得其乐。 得拢望蜀,得寸尽尺,往往就是人心不足舌吞下。 每个人都有欲望,都会贪得无厌,这是人之本性。 但当人生走进了后半程,你就要学会如何克制,克制自己的贪念,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想要避免晚景凄凉,就要拥有一颗平静的心,一个平和的心态,一种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甜淡。 02,人过半百,身体为首要。 老一辈的人都在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对于70后来说,再多的金钱也换不来健康的身体。 不管你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的辉煌,多么的努力,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意,那么到了笨舞的年纪,吃亏的还是自己。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生活的压力,而是身体问题。 奋斗半生,如果到最后却没有健康的身体,只能缠绵病榻,那你怎么去享受晚年儿孙绕夕的幸福? 同样,人不服老不行,该戒烟戒酒就要施行,不要等到最后晚景凄凉的时候再后悔。 当你大把大把金钱为身体花费,膝下儿女对你不闻不问的时候,才知道身体的重要性。 人过半百,就不要逞强了,那些聚会应酬,该推的就推了,花点时间在保养自己上,多运动,多健身, 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才是余生幸福的关键所在。 人真的不服老不行,年轻时夜夜升歌,一周喝醉三次,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如果还像年轻时那样造作,那么到了晚年凄凉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零三,人过半百,懂得珍惜,不再年轻的七零后,活到到现在,该丢的已经丢去,该舍的也已经舍弃,能留下的都是真心的。 无论是你的老伴,还是朋友,能陪你到现在,都已经实属不易。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 没有了当初的拼劲,就只有这些点滴,使真心伴你同行。 心存感恩,当你和老伴发生别扭的时候,何不想想曾经的爱与真心? 当你和老伴发生矛盾的时候,何不想想这些年的惺惺相惜? 喜心厌旧,舍尽求援已经不是现在这个年纪干的事情了。 当你对聚散离合已经习以为常,麻木无比的时候,就会懂得何为珍惜。 人到五十,年过半百,其实,还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就已经要开始和人生告别,接受老去的事实。 人们往往不服老,却又不能不依老。 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何为知天命? 就是一份豁达开朗的心境,命里有的东西,知道如何珍惜,命里没有的也不会再去强求。 到了这个岁数,没有了年轻时的魄力和稚气,只有安心和洒脱。 乐天之命,上天的旨意和命令,就是现在的命运和人生之路,无法再去反驳。 奇想天年,儿孙满堂,大概是所有人对生活和生命最好的期待。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也曾见过一些老人,到了晚年依然颠沛流离,身边无人陪伴,日子过得可悲又可怜。 但人们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晚年生活孤苦无一,想必也是在尚且年轻的时候,做下了一些错事,走错了一些路,才造成了后来的局面。 世间万事万物,总是有因必有果的。 年轻的时候,种下善因,到了晚年,才能享受善果,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大概就是如此了吧。 所以,不在年轻的七零后,到现在这个年龄,该为晚年的生活做打算了。 不想晚景凄凉,就好好珍惜当下你所拥有的,珍惜现在陪在你的身边的人,不要到了晚年孤苦无一的时候,才后悔当初让爱你的人失望了。 人这一生,总是有色彩有德,在不再年轻的五十岁,放下生命中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知足常乐,才能晚年无忧。 相信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身边有爱人相伴,能做自己想要的工作。 这样的人生确实很美好,虽然平淡,但却幸福又温暖,所以能够拥有这种人生的女人,被称为知好命的女人。 很多人觉得,一个人命好还是命苦,是天生的,由原生家庭决定,生在富贵人家的女人,自然命不会太差。 然而事实却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不是被所谓的天命所决定,而是她自己的种种选择,人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每一次不同的选择,都造就了不同的结果。 人们总是羡慕那些过得很好的女人,觉得她们就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却从未想过,她们今天的幸福,是曾经的努力换来的。 女人最终的命运,是靠一次又一次正确的选择换来的。 如果,在人生的每一个分叉路口,你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明知走哪条路会很难,而且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还不撞南墙不回头地走下去,那就不要怪自己命苦。 事实上,女人与女人之间,还是有本质差别的。 女人命好,还是命苦,看这三个地方就知道,太固执的女人,很难有好结果,固执的人,往往不太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就像陆范烟石里的女主人公冯婉玉,她的爱是伟大的,但也是固执的。 她和陆范烟石结为夫妻,并不是因为爱情,但她固执地要嫁给他,以为自己的付出和等待能够换来对方的真心。 可这段婚姻里,陆范烟石不快乐,自然也没给他好脸色看,但他却甘之若疑。 陆范烟石新婚后不久就一走了之,虽是夫妻,但二人的心却比陌生人还遥远,连儿女也不能够理解逢婉玉对爱的坚持。 女人在爱情里千万不能钻牛角尖,有些是请你一直努力是会有结果的,但爱情这种东西,如果一开始就不喜欢,后来也大多不会有好结果。 固执放在爱情里不是好事,嫁给一个所有人都劝你不要嫁的人,最后会连哭都找不到人倾诉。 天下好男人多的是,千万不要眼里纸装的下一个人。 你自以为固执的爱会感动对方,但其实这种一厢情愿的爱对别人来说只是一种打扰,最后只是感动了自己。 女人要记得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感受不到爱的时候记得转身离开,而不是继续被对方伤害。 如果你固执地想要为自己的爱情争取一个结局,不听旁人劝,不理性地看待感情,就像冯婉玉一样,等了一辈子都没等到爱的那个人回来。 命苦的女人总把自己看得很低,很多女人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将对方美化,觉得对方是神圣,高不可攀的,但退去爱情的滤镜,她真的好普通,和大千世界里平平无奇的每一个人一样。 爱情应该是相互吸引,好的爱情应该是势均力敌的相爱,冯婉玉一眼就沦陷,从此为路烟石马首是瞻,为她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 但一个男人要的绝对不是女人的俯首称臣,女人可以做,可以闹,但不能没有自己的个性,你都已经完全爱上她了,对她而言更是毫无挑战性。 男人是有征服欲的动物,你越是表现得对她不感兴趣,她反而会对你愈发的感兴趣,不要直接就表示出对男人的喜爱,这样会让你们爱情的游戏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冯婉玉的一生仿佛就只是为了路烟石而活,她本是千金大小姐,在路烟石入狱后,她一个人扛起一个大家庭,自己赚钱养孩子, 好不容易攒点钱还都全拿去给路烟石,只为让她过得更好。 但是很显然,路烟石只将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感受到冯婉玉的好。 但这绝不是爱情,她只是没有其他选择了而已,冯婉玉只是当下她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而已。 从始至终,冯婉玉在路烟石面前都是卑微的,从她碍事仰望这个男人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之间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女人和男人相处,千万不要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太低,高傲一点,反而会让男人追着捧着你。 你卑微的态度,你的仰望,只会让她愈加高高在上,觉得你所付出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而她接受你的付出也是天经地义。 命好的女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都是喜欢阳光的动物,没有人喜欢待在阴影下。 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总是积极阳光的,那么一定会受到更多人的喜欢。 生活处处是光亮的女人,往往生活丰富多彩,她们的世界里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追求的梦想,或是旅游,或者自己的事业,但绝对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而停止自己探索世界的步伐。 她们丰富的世界也同样吸引着男人想要去窥探她更多,自然得到的也是真正的尊重和珍惜。 但冯婉玉是一个端庄保守的女人,她的世界里只有陆燕石一个人。 当看到陆燕石的时候,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佩和爱慕,她的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她非她不嫁。 即使她做出种种伤害她的事情,但她总是在自己的内心为她找借口,在不知不觉中,她连最初的端庄大方都消失不见了。 长期得不到关爱的人,会变得阴郁,冯婉玉变得不像自己,她的世界成为了灰白的世界,而陆燕石是照亮她世界唯一的光。 世界原本是多姿多彩的,你的眼光限制你自己的心,世界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等着你去探寻,为何将目光紧紧锁定在一个男人身上呢? 那些有自己事业,也热爱着这个世界的女人,往往事业爱情双丰收,而那些围着一个男人转的家庭主妇。 往往却得承受着被丈夫抛弃的痛苦。 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把对方握得太紧,对方反而会想要逃离你,给彼此一个空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享受,分开的时候好好做自己,这样的爱情才能够长久。 其实,女人的命运是能够被自己掌握的。 在爱情里,不管你有多爱那个人,也要保持自己的理智,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在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最初的自己,不要让自己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爱自己,保持女人独立的姿态,当你开始关注自己的时候,更能够吸引别人的关注,做好自己,坚定自己的每一步,为自己而活,让自己不为未来后悔,这样的人生才能过得幸福。 你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好好爱自己,就足够了。 夫妻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也是最复杂的存在。 夫妻可以是最稳固的关系,只要夫妻之间有爱,那么人生路上再多的困难和阻碍都能被迎刃而解,最后成为夫妻感情的助燃剂。 但是,夫妻关系有的时候又不堪一击,只要一次争吵,一个小小的误会,就能让两个人彻底翻脸最后分道扬镳。 义补生说过,婚姻是人生的一大考验。 能够通过考验的夫妻,往后余生就会过得幸福又温馨。 但很多夫妻却没有经受其考验,最后或是平淡分开,或是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成为一对怨偶。 经营婚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期间需要夫妻双方付出很多很多, 并不是只要有一颗天长地久的心就可以了。 如蒙田所说,美满姻缘是生活中甜蜜的联合,充满坚真、忠诚, 以及难以计数的友谊和牢靠的帮助及相互间的义务。 夫妻之间,要想过好这一生,将爱情进行到底, 需要两个人放弃小我,将家庭当作大我,当作一个公司,共同的未来来经营。 否则,当初感情再深,也会被很多细小的矛盾和挫折打败。 当然,即使是和自己的父母,也难免会产生矛盾, 更何况是在人生半路上遇到另一半呢。 可夫妻之间有争吵很正常, 有的争吵,其实换种语言方式商量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但有的情况,遇到了就要学会及时的止损。 分开一个人过是更好的选择。 两口子过日子,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能从开始走到最后。 婚姻是最让人无奈的事情,有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过不好。 那么,与其互相煎熬,不如彼此成全。 当你们夫妻生活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 对方极其地自私,完全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家庭,两个人组成家庭, 本来就是为了抱团取暖,人生漫长,谁都有需要关心理解的时候, 伴侣作为最亲密的人,更应该在第一时间给予对方帮助。 电视剧《大江大河》二里,宋运辉作为东海厂的员工,尽心尽责, 他身上除了丈夫的责任,肩上还担负着为国家尽力的责任。 作为家属的陈开炎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宋运辉为他家亲戚开后门会有怎样的下场, 但他非但不理解,还责怪宋运辉。 这样的胡搅蛮缠让宋运辉了心, 也让宋运辉开始反思起他们之间的爱情究竟有几分。 面对宋运辉的高声, 作为妻子的陈开炎第一时间不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而是怕对方高声了看不上自己, 拼命地想打压对方, 想将对方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试想,自己的枕边人明明是最贴心的人, 却时刻巴布得自己过得不好, 这样的想法让人不寒而栗, 家庭也失去了温暖。 如果你的身边也是一个一心只想自己过上好日子, 不在乎家庭, 不关心家庭的女人, 那趁早离婚是最好的选择。 双方失去了信任, 只剩下无休止的猜测、怀疑,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就是信任, 只有双方都对彼此充满信赖, 这个家庭才是健康的, 才是幸福的。 如果妻子整日怀疑丈夫在外面有人, 丈夫整日怀疑妻子不爱自己, 那这样不但会影响工作, 更会影响生活, 新的距离远了是无论用什么也无法弥补的。 夫妻之间不怕异地, 不怕过苦日子, 就怕夫妻不同心。 宋运辉那边顶着厂里的压力, 接下难度巨大的项目, 却得不到承开言的支持, 反而是他没完没了的猜忌怀疑。 工作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成年人的工作更需要的是合作, 宋运辉本来与自己的女同事是正常的同事关系, 但却偏偏在承开言的眼中就是有暧昧。 一次次的胡闹让宋运辉的工作很难开展, 他在家受老婆的气, 在外要受公有的闲话, 这样的生活相信没有人能够继续地下去。 既然选择了对方就要给予对方信任, 相爱多年, 你应该更清楚对方一个什么样的人, 相信对方的品行, 你给对方信任, 对方必然不会辜负你。 与其整日疑神疑鬼, 不如给双方一次好好解释的机会, 将自己的所有顾虑打消。 一个女人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最好的做法是提升自己。 而不是去怀疑对方是不是不爱自己了, 只要你永远保持优秀, 就不怕男人不爱你。 好的夫妻关系是平等的, 如果一方总是高高在上, 那这样的婚姻迟早要散, 承开言是附加千金, 嫁给宋运辉的时候, 他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傻小子。 按照道理来说, 承开言配宋运辉是绰绰有余的, 但宋运辉对他其实并无喜欢, 不过是因为心中的责任感, 让他承担起这个家庭。 承开言当惯了千金大小姐, 在婚后过得也是打牌吃喝玩乐的日子, 他不懂得生活的艰辛, 也不懂得去体贴自己的丈夫, 凡事都是宋运辉去给他道歉, 他只用待在那儿当个受保护的小女生就好。 从小有父母的保护, 长大了又受到宋运辉的保护, 承开言从小就一直养成了小公主的性子。 他需要被人捧着, 被人宠着, 但夫妻的生活是需要相互迁就的, 宋运辉总是养着头, 看他也是会累的。 感情之间不应该有身份的区别, 爱是平等的, 对方给你无微不至的爱, 你也要给对方平等的爱才行, 如果你总是俯视对方, 相信没有人能够受得了这样的关系。 要想让丈夫更疼爱你, 就要学会尊重对方, 即使你曾经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也要学会为自己心爱的人洗手羹汤。 因为在这个小家庭里, 她是你的丈夫, 而不是你的仆人, 你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你只是她最爱的妻子, 仅此而已。 夫妻之间, 应该给予对方尊重, 也要学会给对方足够的私人空间, 彼此是要携手一生的人。 所以, 尽量不要在小事上面揪着不放, 人生应该有更大的追求, 而不是整日里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浪费时间和青春。 人要学会豁达, 生活才能顺意, 你如果真心为对方考虑, 相信对方也一定会感受到你的爱意。 爱是相互的, 如果选择了结婚, 就不要轻易说放弃。 但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了, 那么, 对两个人而言, 分开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人这一生, 是需要爱情的。 虽然说, 爱情的存在只能给人生增添一定的光彩, 但恰恰是因为这些不一样的色彩, 人生才会变得有意义起来。 所以, 无论任何年龄, 你都不应该放弃 对爱情的追逐, 即使受过伤害, 也要相信爱的存在。 你始终要相信, 会有一个对的人, 在某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节点等着你, 在那之前你所有的遇见和错过, 都是在为对的那个人做准备。 有人住高楼, 有人在深沟, 有人光万丈, 有人一身锈, 世人万千种, 浮云莫去求, 思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有。 这可能就是对爱情最美好的描述了吧。 只有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 爱情到底有多美。 选择和一个人在一起, 是一个决定, 但这个前提一定要是因为爱, 无论是被爱, 还是相互喜欢, 至少要有爱的存在。 一书所著玫瑰的故事里, 黄玫瑰小姐是一位天生靓丽的美人, 走到哪儿都不乏她的追求者。 那么多人追求她, 她始终保持清醒, 等着让自己心动的那个人。 可爱情是惯爱和人开玩笑的, 让玫瑰小姐心动的那个男人, 最后抛下她结婚了, 玫瑰痛不欲生之下, 被家人送往国外求学。 后来, 她接受了一个她不喜欢, 但很爱她的男人, 按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老实人。 她和她结婚, 婚后寡淡地过了十年的日子。 这样毫无波澜的日子让她觉得乏味, 于是果断选择离婚去追求自由。 玫瑰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 虽然初恋的背叛让她痛苦万分, 但她最终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来未曾真正的属于你, 也不必惋惜。 事实证明, 活得清醒, 能够放下过往的女人, 才能过得很好。 如果始终留在过去的阴影里走不出来, 怎么可能感受到当下的幸福呢? 像玫瑰这样的女人, 热情、 肆意、 张扬又洒脱, 不管是不是有过婚时, 不管年龄有多大, 都有数不完的桃花韵。 被爱滋养的人, 更容易被爱, 玫瑰招人喜欢, 在生活中她一直是被爱的那一个。 像这样的女人, 即使年龄大了, 也能够保持少女的一份天真。 而这种天真和单纯, 恰恰让男人欲罢不能。 因为被爱的人, 总是能够被人保护得很好, 她什么都不用做, 就光是站在那儿, 就足以被人当作一幅画来欣赏。 有的女人, 一旦在一段感情里动了真情, 被伤过以后, 就再也无法投入感情去爱下一个人了。 她们往往将所有男人都视作洪水猛兽, 把上一段恋情带给自己的伤害, 继续投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 无法释怀就无法完整地开启一段新的恋情。 而有的女人, 经历过一个人渣以后, 丝毫不会减淡她对爱情的期待。 她认为, 人和人是不同的, 过去的不愉快就留在过去。 下一段感情, 值得她更加珍惜, 曾经恋爱中犯过的错误, 她会从中总结, 以此来让自己的下一段恋情, 更加的甜蜜。 玫瑰就是这样的女人, 她被男人伤过, 但从来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她仍旧相信会有真心爱她的男人。 事实证明, 只有自己觉得自己值得被爱的女人, 才能够得到世间最好的爱情。 玫瑰离婚后, 遇上了一个让她着迷的男人。 傅家明在玫瑰绝望的时候出现, 他就像他生命中的英雄一般, 突然出现, 拯救了他绝望的心灵。 他们热切地相恋, 哪怕彼时的傅家明身患绝症, 时日不多, 但玫瑰没有犹豫就做出了选择。 爱了就是爱了, 不管他以后如何, 他只要现在开心, 多在一日就多一日的快乐。 他不愿意因为结果而错过与他的相遇, 所以加倍珍惜与家明在一起的每一天。 即使家明去世, 二人也无怨无悔, 这是一段浪漫至极的爱情, 很少有女人愿意为爱冲昏自己的头脑, 不管不顾也要和她在一起。 这种讲不清道理, 哪怕结局再坏也要和她在一起, 有这样的冲动才是真正的爱情。 无论时间怎样非适, 黄玫瑰依旧是黄玫瑰, 她就像永不凋谢的花朵, 岁月没有在她的身上刻下痕迹。 或者说, 她也曾被生活伤害过, 但她选择忘记那些痛苦, 只留下那些快乐的时光陪伴自己前行。 这一生, 你会遇到很多人, 无数人在你的世界里来来去去, 有人让你笑过, 有人让你哭过, 但最后陪你回家的人, 只有一个。 不要因为一个人就否定了自己的未来, 未来可期, 幸福指日可待。 有的人认为, 已经热烈地爱过一个人了, 再也拿不出同样的勇气去爱第二个人了, 但其实只要心中仍然相信爱情, 真爱就一定会降临到你身上,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两个人相遇的时间和地点十分重要, 在青涩的年纪遇到了想要厮守一生的人是一种挑战, 在你最有能力的时候, 他却最需要你的保护。 有时候, 人和人之间讲究一点缘分, 来得晚一点未必不好。 他为你披荆斩棘而来, 总要花一点时间, 你只需要耐心等待。 通常, 人们爱的是一些人, 与之结婚生子的又是另外一些人。 这是在书的后半段, 一书通过玫瑰的口, 说出的爱情观。 在玫瑰的故事这本书里, 嘉明可能是一书最偏爱的一个角色了, 但玫瑰最终的归属, 才是师太认为最适合玫瑰的。 最后出场的罗爵士成为了玫瑰最后的归宿, 后来, 那个让玫瑰通过哭过的初恋庄国洞找到了他, 想要和他再续前缘。 但彼时的玫瑰早就将年轻时候的感情放下, 更加坚定了他选择和爵士在一起的决心, 每人最终的归宿, 总是幸福美满的。 他和他的骑士住进了大大的城堡里面, 终其一生, 他都是被男人宠爱的公主。 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有的人只能陪你走完一段路, 当你们要分开说再见的时候, 不是应该埋怨对方的不好, 而是感谢对方在这一段路当中的陪伴, 有潇洒说再见的勇气, 独自上路, 路上会有更美的风景等待着你。 对生活保持期待, 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 你仍旧要相信生活的美好, 把自己的人生活出精彩, 这样自信乐观的女人, 才会被人欣赏。 女人的可爱无关年龄, 岁月会带走美貌, 但带不走女人身上的性格, 像黄玫瑰这样敢爱敢恨的女人, 即使年龄再大也有桃花韵, 不缺男人争着抢着要娶她回家。 女人这一生, 一定要抚养自己, 委屈谁也不能委屈自己。 当然, 这个抚养不只是金钱上的意义, 还有精神层面上的意义。 在前半生, 支撑一个女人走下去的力量是家人, 是爱人, 但在下半生, 女人需要有自己的灵魂寄托, 那就是充实的自我。 事实上, 当一个女人精神世界足够丰富, 不必依赖任何人生存, 那么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人能够让她受委屈。 说得难听一点, 有些女人, 不管是在恋爱时, 还是婚姻里,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生活里, 总是不断地委屈自己, 就是因为精神世界不够丰富, 没有懂得抚养自己的道理。 一书的小说《星之碎片》中, 就描写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女人, 一个是完美无瑕的琪琪, 另一个是因为爱而不得开始堕落的朱鸣。 她们的人生之所以南辕北辙, 就是因为一个懂得抚养自己, 而一个总是在委屈自己。 在一书失态的笔下, 琪琪是一个活得很清醒, 也很现实的女人, 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不会让自己陷进泥潭里, 难以自拔。 在未婚夫抛下, 她去照顾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 琪琪没有选择咆哮, 痛哭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她潇洒地转身走人, 去国外发展自己的事业, 还在那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看, 即使被抛弃, 她也是别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女神。 女人的心灵要充实, 就不会被现实的种种挫折打倒, 只要精神世界都足够丰富, 就不会畏惧人生路上的所有苦与难。 人生路上, 你会面临很多挑战, 只有内心强大的人, 才能够承受住一次次的考验, 即便跌倒了, 也能够原地爬起来重新出发。 有太多女人, 因为极度依赖别人而活, 小的时候依赖父母, 成婚之后依赖丈夫。 可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女人永远地依靠, 父母终将老去, 爱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唯一不会离你而去的, 其实只有你自己。 所以, 无论如何, 请抚养自己。 要知道, 此时的抚养, 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抚养自己, 就是充实自己的灵魂, 让身体去旅行, 见识各种秀美的山川, 去领略江河的秀美, 了解背后的文化背景。 要知道, 只有当你的视野开阔了, 你的心胸才会宽广起来, 当你有能够容人的胸怀, 就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而争吵, 世界也会变得平和许多。 你所见过的风景, 都会植入在你的身体里, 你所经历的一切, 都会成为你人生路上最特别的财富, 在你的心底沉淀下来, 成为岁月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 当你看展览的时候, 会想到当初去过的同一片土地, 当你看书的时候, 会在脑海中浮现历史古迹的影子。 你能够用多维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这让你的人生过得比别人更加精彩。 你会发现, 人生其实那么自由, 那么多彩, 不依赖别人, 不仰仗别人而活, 你活得更加自以潇洒。 当然, 可能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有足够的金钱来支撑旅行, 看展这样的大笔花销。 但富养自己, 并不只是在物质上富养, 如果物质不够, 那就在精神上丰富自己。 如果没有经济实力支持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不如泡上一壶好茶, 坐在家中, 静静阅读一本你认为还不错的书籍吧。 书能够帮助你实现快速的灵魂旅行, 在书海中也有数不清的文化瑰宝, 在书中可以看李白是如何狂妄邀约天人与自己一同喝酒, 可以看奔腾的雅鲁藏步江是如何的雄伟壮观。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闲暇的时候, 让自己来一次心灵旅行吧。 你看过的书, 走过的路都会在无形当中影响着你, 你的一言一行透露着你的涵养, 过去的日子你是在充实自己, 还是在浪费时间, 这些都在你的身上有着体现。 无论怎么样, 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 越是没有人爱, 越要爱自己。 这是一书师太在书里写的一句话, 值得所有女人放在心上, 反复思量。 在《星之碎片》的故事中, 朱明为了爱情堕落, 书不念了, 和不三不四的朋友混到了一起, 吸上了麻醉剂, 一个好好的姑娘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把自己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可这并不值得呀, 人生除了爱情, 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为了所谓的爱情, 搭上自己的一生, 难道真的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后悔吗? 女人这一生, 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爱自己, 如果爱上一个人没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就停止这种浪费人生的爱恋。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选择就地躺下是最容易的, 堕落不需要努力, 你只需要放弃挣扎就行。 有的是人邀请你和他们一起走向深渊, 但无论面对什么, 都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 如果你都放弃你自己了, 又指望谁来拯救你呢? 人需要自己就自己, 保持乐观的心态, 敢于直面困难, 勇敢无畏地向前。 遇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从小事到大事, 只要耐心地去解决, 就一定能够迎刃而解。 当你经历过从黑暗到阳光以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倒你。 人这一生, 很多时候都是需要自己调解自己的, 很少会有人停下脚步去了解你的内心在想什么, 与其让每个路过你身边的人都停下脚步, 让他们先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如自己一边前行一边丰富自己的内心。 当你的内心富足起来, 就不会去在意旁人的眼光, 你的底气来源于你强大的内心, 而非旁人三言两语的支持, 只有你自己充满自信, 才能够让别人也相信你是一个很棒的。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想用堕落来引起别人的关爱, 那我只能说你用错了方法。 要想得到别人的爱, 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己身上也有爱, 用自己的爱去换别人的爱, 这样的爱才是对等的健康的爱。 人们都喜欢同乐观开朗的人交往, 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变得快乐, 而那些悲观看待世界的人, 只会让人的心情变得更加糟糕。 当你走过的路越来越多, 看过的书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糟糕, 你丰富的精神世界, 可以让你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世界其实并没有好坏, 糟糕的是人的心情, 所以无论有钱没钱都一定要富养自己, 只有内心满足了, 才能更客观地看待世界。 每个人在读书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在今天看来非常真挚的友谊, 让人在遭遇世事无常的时候, 能感慨当初的天真。 但是, 有些人, 存在于你生命中的意义, 就真的只是读书期间的同窗而已, 在之后的人生当中, 根本不会和你有任何的交集。 年少时的同学情谊, 因为没有沾染世俗的缘故, 所以显得特别的纯粹, 这让很多在社会上尽淫已久, 内心沧桑的人无比的怀念。 因为怀念年少时的天真, 所以同学会成为很多人寻找初心的地方。 可是, 一别经年, 当大家都不再年少, 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浮浮沉沉, 还能回到最初, 找回最纯真的友谊吗? 人到中年的时候, 参加同学聚会的人, 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思呢? 其实很多人的心思未必单纯。 周宇在读初高中的时候, 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 在班上人员并不好, 因为家境不好, 总穿一些旧了, 打了补丁的衣服,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和他说话, 在班上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形象。 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 不爱交朋友, 所以在初高中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朋友。 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 所以其他同学在玩的时候, 他都在很认真的学习, 努力地提升自己, 为未来做准备。 大学周宇去了离家较远的沿海城市, 更是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了来往。 但他依旧认真的学习, 别的同学都在忙着交朋友加入各种社团的时候, 他依然在埋头读书。 毕业以后, 因为良好的专业素养, 周宇很快地就发展了起来, 奋斗了二十多年, 他在自己的领域混得风生水起, 有了很好的收入, 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去年, 是他高中毕业三十年的日子, 班长到处联系当初的同学, 说要组织大家同学聚会, 周宇虽然不是很想去, 但班长专门找到他, 说大家都去了, 班主任和任客老师也都找齐了, 他如果不去, 岂不是不给面子? 到了这个年龄, 周宇不可能再不通人情事故, 心里再不情愿, 他也只得答应。 可那天之后, 周宇真的好后悔当初答应去。 聚会的时候, 一开始大家还是像读书一样忽视他, 没人和他聊天, 他一个人坐在角落也乐得自在。 如今的同学会, 本就是各种攀比乘风, 也不知道谁说起周宇现在在大城市大公司做主管, 之前那些忽视他的同学全都拿着酒杯过来敬酒。 那天晚上, 好多同学拉着他交换微信, 还一个劲地说奉承的话, 周宇心里很不耐烦, 但也耐着性子应答了。 本以为同学聚会完了之后, 一切又可以回到当初了。 可周宇没想到, 每隔两天, 那些以前从未联系过他的同学, 就纷纷给他打电话发微信, 又说要去找他玩的。 又说家里有什么好东西要送给他的, 还有的更直接, 上来就让周宇给他介绍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 周宇真的好后悔, 当时同意了去参加同学聚会, 他后来和他老公感慨, 过了四十岁, 同学聚会能不参加就不要参加了, 没有意义。 确实如此, 年少时的同窗之情, 只适合放在心里回忆, 不适合放在现实生活中再许前缘。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人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 心也会变得不再那么单纯。 当一个人为自己着想的多了, 就不会再顾及他人的感受, 与人交往也带着一些不单纯的目的。 说白了, 过了四十岁, 还喜欢参加同学聚会的人, 要不就是读书时, 默默无闻现在出席了想要找点存在感, 要不然就是生活困顿, 想在同学聚会上寻找出路, 目的单纯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 同学聚会, 能不参加就不要参加了, 毫无意义。 感情不会因为一次聚会变得更好, 无论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感情怎么样, 在之后的很多年的时间里, 不联系, 感情就会慢慢变淡。 人都是会变的, 年少时以为友情会天长地久, 也在同学路上写过友谊天长地久的话, 可当一个人的眼界逐渐放宽, 见识的人和事多了之后, 少时的同窗情, 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天南地北的距离, 本就容易让感情疏远, 更何况对四十岁的人来说。 中间差的可是二三十年的时间鸿沟。 很多时候, 参加同学聚会的人, 都是带着目的去的, 大家想要从那些发展的好的人身上得到一些利益, 从发展的不好的人身上寻找到一些存在感, 这才是成年人同学聚会的根本目的。 所以, 不要把朋友之间的感情寄希望于一两次的同学聚会, 真正感情好的人, 会一直都有着很好的感情。 而感情不好的人, 就算参加的同学聚会再多, 也只能是普通同学罢了。 自己过得好不好, 不需要别人来见证。 很多时候, 同学聚会都是一个互相攀比的场合。 在学生时代, 可能各有各的情况, 有的人成绩很好, 人缘很好, 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但有的人可能一直默默无闻, 只是平凡地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但是, 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河西, 人到中年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况也就又各自不一样了。 事实上,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出息了的时候, 就想炫耀给当初比自己好的人, 而那些过得不好的人, 就恨不能这一辈子都不要再遇到以前的朋友。 然而, 过得好不好这件事情, 自己知道就行了, 过得好没必要炫耀, 过得不好, 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日子是自己的, 好与不好都得受着, 再炫耀也不会对你有更大的帮助, 说不定还会落人笑柄, 何必呢? 很多人可都会追忆自己的学生时代。 觉得那是属于自己的青春时光, 是一段很美好的日子, 也就连带着对于学生时代的同学, 有着些感情和期待。 可能, 有些人参加同学聚会的初中, 确实是想回忆往昔, 找回学生时代的感情, 但那都是妄想而已。 成年人的世界, 有很多的麻烦是心境早就不像读书的时候那么纯粹了。 大多数喜欢参加同学聚会的人, 都是比较功利的, 带着目的去参加的。 可能是为了一些事情上能够给自己行个方便, 也可能是自己线下过得不是很好, 去看那些过得不如自己的人, 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安慰。 总之, 对成年人而言, 尤其是四十岁之后的人来说, 同学聚会其实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能不去参加, 就尽量不要去了。 有人说, 钱财是身外之物, 在任何时候, 谈钱都太伤感情了。 但这句话在婚姻里根本不成立, 结婚了就知道钱有多重要了。 贫穷夫妻百事挨这句话, 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这是很多人在婚姻里用眼泪换来的教训。 钱虽说不能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特别是女人, 不管什么时候, 手里都一定要有钱。 只有手里有钱了, 说话才有底气, 只有手里有钱了, 才能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双手朝上的日子过多了, 是会被另一半嫌弃的。 就算是当初她信誓旦旦说要养你一辈子, 可当激情褪去, 当生活的重担压到了男人一个人身上, 她还能不能保持初心, 就未可知了。 所以说, 女人这一生, 不管怎么样, 手里还是要有点钱, 否则这日子过得就很心酸。 而且, 当女人过了四十岁, 再出去工作重新融入社会, 真的很难, 如果早些年还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些积蓄, 那就是真的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了。 02, 刘美英和她的丈夫以前是邻村的, 惊人介绍, 很快就结了婚。 结婚半年, 她怀了孕, 因为要带孩子, 她也没有出去找工作, 都是丈夫一人在赚钱养家。 虽说, 刘美英一家也是吃穿不愁, 但也没有多少的闲钱, 丈夫赚钱供孩子读书, 供一家人花销, 而刘美英就在家照顾孩子, 做好家务, 不是她不愿意出去工作。 当初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 她就找好了工作, 可丈夫不让她出去, 说她不必在外面抛头露面, 她会养她养孩子一辈子。 当时的刘美英真的很感动, 丈夫当时说的誓言太好听, 所以就算已经约定好了去市港, 她还是放弃了, 安心地当起了家庭主妇。 到了今年, 刘美英四十五岁了, 孩子也已经离家去读了大学, 以前整天围着孩子转, 现在孩子一走, 她身边瞬间安静了下来。 刘美英一起接送孩子的邻居们, 最近迷上了旅游, 一大群中年女人约着一起去旅行, 孩子没在家, 丈夫整天忙工作忙着和朋友聚会, 她一个人在家闲得无聊, 也想一起去。 可丈夫却反对她, 说出去旅行毫无意义, 跑来跑去人累不说, 还浪费钱。 刘美英很想去, 可她手里没钱, 只能放弃。 结婚这么多年, 丈夫说要养她, 却也只是让她吃得上饭而已, 每个月生活费卡着给, 她想买件新衣服, 都要问老公要好几次才能要到钱。 邻居们来问为什么, 刘美英不好意思说她没钱, 只说家里最近忙, 她走不开。 隔了几天, 看到邻居们在群里发的旅行照片, 刘美英在家里哭了, 她觉得自己这一生真可悲, 四十多岁的人了, 想要出去旅行一趟, 却拿不出来钱。 03, 实话实说, 女人过了四十岁, 最悲哀的事情不是年华老去, 也不是身材走行。 甚至不是和丈夫的感情发生问题, 而是手里没钱。 四十多岁的女人, 没有存款, 依然过着养人鼻息的日子, 真的是最大的悲哀了。 找老公要钱, 一点尊严也没有, 女人手里没点钱, 做什么事情都要向老公要, 老公如果心情好, 肯定是开开心心, 就把钱给掏了, 但如果她不愿意, 还要闹出家庭矛盾。 女人双手朝上向老公要钱, 其实是很没有尊严的, 虽然有时候丈夫不说, 但可以感觉到那种气氛。 再有就是, 找老公要钱的时候, 她可能不会明确拒绝, 但总是找一些理由来推脱, 这其实也是一种拒绝。 女人一定要手里有点钱, 想要买什么不用求老公, 这才是幸福。 看别人的脸色形式, 你永远都只能处于感情里卑微的那一方, 当你靠向男人要钱过日子, 那你在这个家里, 就永远是被人看不起的那一个了。 看到喜欢的东西, 却只能望洋星探, 女人手里没钱, 要是看上的东西稍微贵一点超出了预算, 就只能看着喜欢的东西被别人买走。 毕竟手里没钱, 买东西都要找老公要钱, 稍微超出了一点预算, 心里都很忐忑, 更何况是买预算之外的东西。 就像是我认识的一个长辈, 他一直都没有工作, 从二十多岁到现在四十多岁, 都是在做家庭主妇, 他买东西的时候, 一直都很斤斤计较, 是那种为了一块钱。 能够和老板砍两个小时架的人, 我很少看他穿新的衣服, 有时候过年买了一件, 一看就很便宜的新外套, 他都会像是对待宝贝一般对待, 生怕沾上了油污。 这样的人生, 真的太可怜了。 没有钱的女人, 连孩子也看不起你, 都说母子连心, 但是有时候如果一方做得不够好, 另一方也是会嫌弃的。 女人如果自己没有赚钱的能力, 什么花费都要找男人要的话, 其实孩子也是有一点看不起的。 在一个家庭里, 如果只有父亲一个人赚钱, 母亲就在家里做主妇, 没有收入, 什么钱都要找父亲要的时候, 孩子就会觉得母亲好没有志气。 其实孩子什么都懂, 什么都看在眼里, 父亲对待母亲的态度, 决定了孩子对待母亲的态度。 女人要自己有点能力, 能够自己赚点钱, 不必太多, 但至少要够自己花, 要买东西的时候, 不用先征求丈夫的意见, 这样才能得到丈夫的尊重, 得到孩子的尊敬。 零四, 女人从开始懂事的那一天起, 就应该培养一种自己赚钱的意识, 否则以后有得苦头吃。 现在的很多年轻姑娘, 就想着找个富二代, 找个有钱人嫁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半斤配八两, 自己几斤几两, 也应该掂量清楚。 就算你有性嫁了一个有钱人, 但是豪门生活就那么容易吗? 自己不够优秀, 嫁到豪门也是受罪而已。 因为本身能力的不够, 被婆家人嫌弃, 还不如找个和自己门当户对的男人。 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男星, 娶了一个素人妻子, 在男星的家庭里, 基本是以男星为尊, 有一次妻子穿了一条破洞牛仔裤, 还被婆婆说不够端庄, 想必儿媳心里也有很多的委屈。 不管怎么说, 女人只有武装自己, 才能得到男人, 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女人这一生, 只有自己能够赚钱, 才能够硬气起来, 过了四十岁的时候, 也不至于落到向丈夫伸手要钱的悲哀地步。 女人这一生, 最有福气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是做一个家庭主妇, 不必担心挣不到钱, 每天围着灶台转, 还自诩掌握了一家人的命脉, 还是花着男人的钱, 每天除了逛街做美容, 就是盯着男人防止她身边出现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其实都不是。 很多女人, 过了四十岁以后, 往往都会走下坡路, 因为她们一门心思, 铺在家庭上面, 过着客厅厨房卧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她们通常没有主见, 在大事小事上, 都喜欢听丈夫的意, 忙忙碌碌一辈子, 最后似乎也只能落下个好妻子的名声, 除此之外, 是一点也不剩了。 其实不难发现, 那些越活越有福气的女人, 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情, 为自己而活。 仔细观察身边那些过得很好的女人, 你就会发现, 哪怕是在被众人看来已是豆腐渣的年纪, 她们依旧耀眼夺目, 活出了自己的美丽姿态。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罗子军和唐经。 可以说, 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最后的结局却不同。 唐经和罗子军是闺蜜, 两人从同一个大学毕业, 本应该拥有相似的大好前程。 然而, 罗子军因为陈俊生的需要, 所以甘心情愿放弃了自己的未来, 做了不用出去挣钱的全职太太。 唐经则是进入了职场, 披荆斩棘在职场上成就了自我。 罗子军常常劝唐经, 做人。 何必那么累呢? 像他一样, 找个他是可靠的好男人嫁了多好, 何必自己去社会上闯荡呢? 唐经也常常劝罗子军, 不要把男人当作生活的全部, 要活得有样子, 要活给自己看。 记得罗子军说过, 唐经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 她确定爱情一世, 婚姻一岁, 所以日夜兼程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独立, 她说我是井底之蛙, 我说她是自讨苦吃。 两个人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虽说三观不同, 但他们依旧是最好的闺蜜。 究竟谁的选择是对的, 时间给出了答案。 罗子军的丈夫陈俊生出轨了, 那一刻, 她觉得天都快塌了, 她严防死守, 就害怕陈俊生被哪个年轻漂亮的小狐狸精抢了去, 没想到最后抢走她陈太太名头的, 是个处处都不如她的女人。 没有了陈俊生的庇护, 罗子军什么都不是, 早就与社会脱节的她, 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说, 女人这一生, 一定要为自己而活, 千万不要把男人当作生命的一切。 她说养你的时候, 或许是真心的, 但誓言从来就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为自己而活, 说来简单, 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为此承受诸多的流言蜚语。 可能很多人会对你说, 都到了这样一个年纪, 安分守己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事情多数都是无用的。 更有甚者会直接告诉你, 女人家不要出去抛头露面, 在家相夫教子就是你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 那一套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言论早就过时了, 女人四十也可以成为一枝花, 也可以说走就走去看看这万花筒一般的世界。 女人要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发都不算晚, 最可怕的就是你把自己活成了一只井底之蛙, 每天只会用自己那短浅的眼光去丈量世界。 你得从家庭里走出来, 你要捂出你人生。 女人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总是有着诸多幻想的, 因为没有经历过由柴米油盐酱醋茶构成的琐碎生活, 也没有成长为一个事快斤斤计较的人。 所以, 年轻的女人们喜欢把问题看得简单, 因为对于她们来说多大的事都不算事, 怀着一颗赤诚纯净的心, 就算是走到天涯海角, 也毫不畏惧。 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 生活的苦难接踵而至, 她们不得不开始考虑生活成本与梦想之间的矛盾。 最终,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因为残酷的现实而妥协, 变成一个她们年少时候最讨厌的那种庸庸碌碌的人。 当然, 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生活, 人似乎就是要为了变成平庸的人而活着的。 用十几年的时间去刻苦奋斗, 换来一张S纸大小的文凭, 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 文凭纸逐渐泛黄, 而我们也被落在流年后面, 被永恒地遗忘着。 但老树也能发心芽, 看似毫无生机, 其实却是病树前头万木春, 女人永远都不要自我局限, 你要知道, 哪怕你到了四十岁, 你也有无限的可能。 一旦你认清这个基本现实, 你就会开始为自己而活着, 而当你开始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候, 便是你会变得越来越有福气的时候。 女人选择为自己活着就是在选择拥抱机遇, 拥抱未来, 你不仅仅只能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你还可以去到职场上大展身手, 你的思维从来没有变得迟钝, 你的手脚也一直都很利索。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哪怕跟全世界对抗, 那又如何呢? 只要失于远方一直都在彼岸, 那你便往前走, 不要停下来, 等你走到终点, 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这么辽阔, 原来你曾经那么愚昧和无知。 过了四十岁越活越有福气的女人, 自始至终其实就是做对了一件事, 那就是坚持做自己, 为自己而活。 只有为自己而活的女人, 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也只有为自己而活的女人才明白。 在人生剧本里, 那个主角只能是我们自己, 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我们不需要活成他人的附属品。 没有主见的女人, 以及总是对男人唯唯诺诺的女人, 大多都是不幸的, 他们不敢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也从来不敢去争取些什么。 所以, 他们一生都活在贫瘠当中, 就如同一朵需要攀附他人而活的兔丝花, 一旦攀附误导他了, 他们也就跟着完全陨落了。 女人的明白, 福气这种东西都是自己挣给自己的, 而不是靠他人施舍, 你不能像一只摇尾起怜的丧家之犬, 去靠揭露伤疤, 获取一点别人的同情。 你要学着去赢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赞赏, 这样好彩才会自然来。 女人过了四十岁, 也要不慌不忙好好的过接下来的日子。 所谓越活越有福气的女人, 从来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女人。 女人只要坚定地朝着自己所梦想的远方走下去, 那就一定会迎来春暖花开的那天。